早晨,乔弗丽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超级大甲虫。 镜子中的自己,拦到发青的身体,坚硬的虫甲,还有六条腿。 乔弗丽,赶快穿好衣服来吃饭,她听见有人在喊她。 不是伯罗尼亚姐姐的声音,不是希尔姐姐的声音,是医生在叫她。 乔弗丽这才想起,昨天自己吃了晚饭后被带去了观察室里,没有回到孤儿园。 她拖着六条腿,笨拙地往楼下跑,因为把握不了平衡,咕噜噜地从楼梯上滚了下来。 乔弗丽走进餐厅,有好多医生走来走去,但谁都没看她一眼。 早饭有香肠和橙汁,香肠煎得脆脆的,里面还有芝士。 但乔弗丽觉得吃起来有药的味道。 是因为我变成了甲虫吗? 乔弗丽停下了手,看着香肠。 乔弗丽有点想念伯罗尼亚姐姐做的牛肉饼,牛肉饼用姐姐自己种的迷迭香调了味。 牛肉饼没有药的味道,乔弗丽舔了舔嘴唇。 医生们在她周围走来走去。 乔弗丽丽举起了手。 医生,医生,你们看,我变成虫子了。 有一个医生走了过来,是那个长长的黑色头发的医生。 虫子会喜欢吃香肠吗? 医生问她。 早饭结束后,老师来接乔弗丽。 在车上,乔弗丽又问了老师,你有没有觉得我和虫子很像? 说什么呢,傻孩子。 老师头也不回地说。 乔弗丽看着车窗上映出的自己,还是一只虫子。 怎么就没人看出来呢? 虫子可以当医生吗? 乔弗丽犹豫了一下,又问道。 老师透过后视镜看了看她,说, 你做噩梦了吗 乔福利 或许我们该调整一下药剂量 至于虫子 我们可以回去后再讨论这个问题 乔福利捏手捏脚地从后门溜了进去 他用六条腿上了楼 上楼比下楼容易多了 他举起其中的一条腿敲了敲希尔的房门 是我 乔福利 门开了一条缝 希尔探出头来 一看到他 希尔的眼泪就涌了出来 乔福利 他们把你怎么了 你怎么变成了这样 希尔姐姐能看见他变成虫子了 乔福利的心里既高兴又难过 我该怎么办 我变成了假虫 但没有人发现 会不会我一直都是虫子 但一直没有人发现 也没有人在乎我是虫还是人 我会在乎乔福利 伯罗尼亚姐姐也会 我们会在乎的 你很重要 希尔姐姐说 那 我还能变回去吗 我会想办法的 好吗 相信我 小乔 希尔姐姐的眼泪不停地流下来 弄湿了乔福利的胸口 乔福利有点难过 希尔姐姐踮起脚 使劲揉了揉他的大脑袋 姐姐来想办法 你一定有办法变回去的 但乔福利发现 自己变成虫子后 长得比希尔姐姐还高了 他的愿望就是快快长高 早点保护希尔姐姐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变成一只假虫或许也没什么不好 虽然 他还是不想变成虫子 不如再睡一觉好了 乔福利乖巧地点点头 回到自己的房间 乔福利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已经不是虫子了 他高兴地爬下床 穿好希尔姐姐给他缝补的小衬衫 套上心爱的灰色裤子 没错 我是乔福利 我是人 不是虫子 他打开房门 看到了门口黑色长头发的医生阿姨 还有老师 他们看着他 捂住了嘴 乔福利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这么惊讶 他向前跑去 越跑越快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能跑那么快 就像自己有六条腿一样 他只想快点见到希尔姐姐 告诉他 乔福利的假虫日子结束了